這一封信這兩天在網路上面流傳的蠻廣的 這是一個在日本的台灣人 他搭飛機回來了 這一篇為什麼會流傳的這麼的廣 是因為他很平時的寫 可是還蠻觸動人心的 這個也要請乃宇跟大家來說明 我覺得我跟他感動的電影 他講的這些故事 剛好我在採訪新聞 在擔任記者新聞工作的時候 都全程參與了 這個粉專呢 叫做旅日台人筆記本 那他說他剛到日本的時候 對政治毫無興趣 可是很多一般的年輕人 大部分都是這樣 對 講到政治 我媽媽跟我說 不要碰政治啊 你男人不要碰政治 女孩子家不要跟政治有關係 以前我們就是受這樣的教育長大的 所以很多人是對國家沒有什麼概念 日本同學經常很好奇說 你們台灣跟中國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可以看出來這一句話知道了 國際上面都很關心政治 國際上面都很關心國際的局勢 但是作為台灣人 當時他是覺得說 唉唷 有點煩 不要一直問我 唉唷 這很複雜啦 話題句點 但是到了什麼時候 2014年3月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也是在現場採訪的記者 他說發現國家非常的重要 他開始認真討慮說他要回國投票 但是他當時跑去投給柯文哲 所以他可能是第一代的柯粉 當時他開始關心政治 對白色力量很嚮往 沒有想到後來又發生了寒流 高雄的寒流 香港的反送中 這個我也有去採訪過 他睜大了眼睛仔細看才發現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台灣 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民主 只差一點點就要走樣 他覺得現在呢 投票不是選公圖 比較像想選同事 這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 他和做事的人站在一起 他說有很多朋友啊 朋友在去中國工作的朋友 現在都想辦法要逃回日本 國際皆知 越有家世背景的 逃得越快 本來喔 國家就是我們自己的 把國家還 這句話真的超想 把國家還給你 我們本來就是我們國家的主人 我們本來就是土地的主人 OK 我們希望自己可以和台灣一起成長 也希望所有成熟的大人 一起帶領台灣成長 這句話超重要 成熟的大人 負責任的大人 對自己負責任的公民 成熟的公民 好的 感謝乃瑜的這一個 謝謝 唸了這一篇給大家 這一篇真的寫蠻好的 蠻平衡 而且看起來是個年輕人啦